好 我們今次繼續講到認識人深層的問題 第四次就講到傷害和潛意識 潛意識那裏看下講不講到或者講到的 這裏講到耶穌認識萬人 因為人心裡所存的人就是心裡存在很多問題 那傷害其實是受害的 這個人是受害的 不過他的受害也都會影響其他人 因為很多人受傷害之後 他又會傷害人 就是應該說他被人罵過 被人傷害過 被人甚至侵犯 那應該他就不要侵犯人 但是有很多人被人侵犯之後 他日後又侵犯別人 就是他的傷害在心裡沒有得醫治 他心裡就充滿仇恨 而基督徒都是如果我們的傷害沒有得醫治 亦都可以影響我們和神的關係 和我們的生命的發揮 我們曾經講過人的罪性 即是我們的內在處理生命 處理罪性 信念 和我們價值 究竟我們信什麼影響我們整個人的 譬如有時候人信 我們要報復 那他的報復就會影響他的生命 自卑感 他的自卑 看小自己 就會令到這個人很容易受傷害 很容易要傷害人 自卑的人 又會容易自誇 因為他會想聰明給別人看 所以會自誇 好性要和別人辯駁 總是要爭辯 另外這次我們會講到傷害和潛意識 人的傷害和重膽 多數來自三個來源 我們自己去分析一下 一個就是別人 別人罵我們 批判 貶低我們 遺棄我們 不要我們 利用我們 或者人際的問題 就是別人的傷害 被人罵得多 傷害得多 心裏面就會有憤恨 接著是自己 別人傷害我們之後 我們自己就自責了 有內疚了 自我批判 即是說 我都是沒用的 我都是做不到事的了 跟別人比較 你看他這麼厲害 我什麼都不及別人的 我自卑了 自己的自卑 即是自己產生出來的自卑 我都是沒用的了 以及失敗感 這些也是會傷害我們的 當別人對我們傷害的時候 我們自己又繼續傷害自己 即是譬如一個人 被人罵完 罵完之後 通常自己罵自己 是多過人罵自己 多很多倍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你被一個人說你 譬如你的配偶 或者老闆罵你 你這麼蠢 你經常都不記得 接著我們就說 哎呀 為何這次這麼蠢蠢 被他看又被他說我 哎呀真是壞了 回頭 哎呀今天真的 為何會做這樣的事呢 哎呀真是沒用 真是自己沒用 走出去又 總之做些甚麼的時候 將來做些事的時候 又說 哎呀都是我們人 都是沒甚麼用的了 哎呀整天都被 老婆罵 被老公罵 整天都做不到事 即是那種的指責呢 通常被人罵完一次 是出現很多次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即是不只是一次的 是自己罵自己的次數 遠比別人罵我們多的 我們被人罵次數都不少 是吧 那些人罵的次數這麼多 我們還將他的罵 就倍增更加是更加多了 即積存在心裡 經常都覺得自己沒甚麼用 其實這個就造成一個長期的傷害 所以有很多人內心是長期受傷害 經常都覺得自己 哎呀我沒甚麼用的了 我都是被別人不喜歡的了 別人都遺棄我的了 另外就是環境了 就是經濟社會問題 工作壓力不公平 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 很多人都說 如果神這麼公平 為甚麼世界這麼不公平 就是因為世界不跟神 這個世界不聽神的話 所以這個世界是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傷害的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不公平 這個世界是沒有公平的地方 當然有公平的地方 有的 有一些的 不過不多 其實我們父母對我們很好 有些人就說不是 有些人有很多不好 不過起碼他們都臭大我們 沒有把我們丟到街上 給我們食物 給我們讀書的機會 即是我們每一個 其實這裡都應該有這些機會 這是他們對我們做的好的事 不過他們也同時可能 有些傷害我們的地方 罵我們 於是我們 其實 某程度 他對我們做很多事 我們對他做的好事 是不及於他做的好事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記掛他做不好的事 就影響了我們對他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不公平的 在這方面不公平的 有時候 譬如我自己也試過 有一次去若干年前 現在不會 通常不會發生的 有一次我去買褲 我就說 因為我比普通人高大 我希望在這裡買到褲 我已經去過幾間都找不到 適合我尺碼的褲 我希望買到 我就會買的 沒有 我還明給他聽 我選擇適合一大小的褲 我會買 現在不同 以前是比較少的 我還問他試 試完之後沒有一條適合 那麼我走了 你猜他有甚麼 他說 試那麼長 那麼大的人都不買 我明明告訴他 你有我就會買 但他很惱 他根本是忘記了 我認為我會找到 我一定會買 這個是不公平對待 當人們被不公平對待 可能又會罵他們 所以其實有時在公共地方 我們都見到一些人互相罵人 這些都是造成傷害和很多重擔 這些傷害就會造成兩種反應 一種反應是比較被動的 一種反應是比較攻擊性的 被動就是上面就會怕人 有些人很怕跟人接觸 很怕跟人聊天 會逃避人 會對人不信任 就是上面這裏 對人不信任 會怕人 又怕再受傷害 怕跟人溝通 怕跟人聊天 說自己的心事 有些人很怕把自己的內心說出來 如果我告訴你 因為他出賣我怎麼辦 我告訴你我的私人 他覺得我很沒用 我們就會害怕 這件事真的很多人都會有 我們不敢說自己失敗的地方 即是說失敗的地方 是覺得很害怕別人會還我們 這件事我很欣賞我太太 她有時真的很有趣 她回來告訴我 我今天又論盡了三次 每次八個小時 即是三百二十四個小時 她做了一些小的事論盡 她告訴我 普通人論盡當然不會告訴別人 不會說好像說笑 我又論盡了 但她就好像覺得很可愛 這個是她的特色 但我來說 我真的覺得 我做錯事 不是很敢告訴別人 我希望快點更正它 這也是一種 在心中受了傷害的影響 我們多謝耶穌 耶穌可以釋放我們 釋放當然人有不同程度 我都會跟大家說說 我時受傷害 處理事情 做錯的事 都會承認我有犯的罪 譬如我們這本書 《輕鬆德性》 如果你未有的 你就可以奉獻 又可以得到這本書 那些錢又不是歸我 歸於復興宣教事公的 裡面我都有說出 我不同的失敗的地方 這都是我踏出的地方 即是勇敢的地方 承認我都是有做錯 我都是有犯罪的 所以我承認我不是沒有罪 不過是我現在來說 我想有罪的意念 我立刻處理 我裡面一樣有 逃避的 但是我立刻處理 盡快處理 即是心裡面 都有懼怕 被人拒絕 這種心態 但是我們靠著耶穌 可以得勝 好了 下面講到逃避 面對自己的問題 和有問題的人 哇 那人這麼壞 我不想跟他講話 這個人我要逃避他 那這個就是 我都見過 很多人是這樣的 他當他發現 有些人有問題 他就不想再見他了 那就是想逃避他的 好了 這一種是 逃避式的 反應 即是傷害之後 另一種就是 攻擊性 很容易發怒 有攻擊性 心中對人有怒氣 容易批評 以及攻擊人 那些語氣 你聽得到他說話 是很粗暴的 很強硬的 那這件事 都是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是能夠 譬如說話 都溫和的 別人聽到覺得舒服的 就不是有一種怒氣發出來的 好了 那有人傷害我們的時候 我們會留意到自己 第一就是我們的感受 心靈的感受 會有委屈 憤怒 受傷害這些 我們知道有 我們承認 我們真的有受傷害 還有我們身體的感受 會告訴我們 譬如說 被人罵完 熱血沸騰 肌肉緊張 嘩頸都緊張 或者馬上不開胃 這就是身體的感受 當我們發現 有些事發生 我立即身體有反應 我就代表 是有些問題了 大家有沒有試過 留意你和人聊天 他聊天的時候 他的手握著拳頭 你有沒有試過見到人 因為我見過很多不同的人 我試過有些人說這些 他的手握著拳頭 他不知道 他是不知不覺地的手很緊 或者手很緊張 這就是因為他的身體 他不知道自己 有種憤怒表現出來 接著是評價 或者是信念 這個綠色的 是正面的 就是怎樣處理 就是我不需要介意人的問題 他以前受了傷害 藍色的就是普通人 會有的反應 就是對方很差 自己的受害者 這是一個很差的反應 但是正面的反應就是 人傷害我是他的問題 有些人是容易傷害人 也有很多人跟我聊天 他說 哎呀我又被人傷害 很激氣 很怒吵 很想改他 很懶惰 他整天都是這樣 我就說 你認識他這麼多年 有沒有改過 他說沒有 整天都是這樣 整天都是這樣罵人 我說既然他沒有改過 你可不可以不期望他這麼容易改呢 當然神可以改變他 不過他不是這麼容易改 但是有很多人就很懶惰 哇有沒有搞錯啊 這麼多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經常都這樣罵人 他既然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他很難改變 我們接受了 心就沒有這麼激氣了 但是接受不了 心就很生氣了 哇有沒有搞錯啊 可以這麼不公平的事情都可以發生的 既然他可以這樣罵人 這樣傷害人 哇真是頂居不信 我真是很生氣他 人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憤怒那種信念 就是他這麼壞 我真是希望他有一天 善招皮 希望他有些事發生 這就是心裡有些憤怒 就是這個信念 也都跟著有些 希望是傷害他的 這種心態 那行動呢 這個是藍色的先 就是反覆思想對方的不是 就整天都憤怒了 不理對方 怒罵與對方對立報復 就受他傷害了 一整天都憤怒 所以有時候大家 有沒有試過跟別人聊天 他一開口 哇 是甚麼出來 哎呀他真是壞了 這個人 哎呀他這樣罵我 他這樣罵我 這個人又壞 那個人又壞 那個人又壞 個個都壞 大家有沒有發覺 有時候有些人 他裝滿了這些怒氣 他一開口 一出聲 哇 就全部都是怒氣 那我們又想想 我們自己 是不是裝滿了這些 那你說 真的他是這樣 他整天都是這樣 的確他是這樣 但如果我們每天都受到 他這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必然受傷害 好了綠色那個就是正面了 就是我不給他影響 找方法去幫對方 這個當然 第一就不給他影響 就是我深信 我明白他的問題 明白他被人傷害 他被人罵得多 所以他整天都喜歡罵人 那我就找方法去幫他 那可能他很難接受幫助 我只是愛他 關心他 希望改變他 我對他柔和謙卑 有機會都向他認錯 這一點其實是得性的一步 就是為什麼找機會認錯呢 通常人來說就是 找機會不認錯 就是說 我做錯 我找機會不要讓他知道 但是如果我們有這個心 今次我做錯事 是一個機會我可以 軟化他的心 就是我肯認錯 這個思維很不同 我再解釋一下 就是說什麼呢 平時人做錯 就說不是啊 不是我做的 你搞錯了 就是會這樣 但是我們做錯了 這一次的機會 就是我可以跟他講 對不起 我今次做錯了 我說錯了 我得罪了你 這個是得性的機會 因為呢 他說 他肯認錯 在他的思想裏 人是不會認錯的 但是這個人居然會認錯 他心裏面就會說 他真的有些事情不同 就會影響他 會改變他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說我得性 我不給他影響 我的傷害 我不介意 我不放在心上 我就不受他的影響 那結果呢 我就有能力去得性了 靠著耶穌得性了 就找方法去善待他 有機會請他吃東西 知道他喜歡吃的東西 特意買給他 特意送給他吃 有時候覺得很不值 有沒有搞錯啊 他傷害我 我特意送東西給他 還特意買東西給他吃 很不值 但其實在天國裏面是值的 為什麼呢 你送給他那個蛋糕 在天上是很多倍 不過神未必是給蛋糕吃 天上未必是吃蛋糕 所以神給他回賞賜 是多很多很多倍的 所以我們就說 我做回他身上的好事 神是會喜悅的 這種心態就有一個很正面的心態 那我們的傷害就會釋放 可能的後果 先看藍色的字 就是仇煩 人際關係破裂 就不開心 但是呢 正面就說 我受了傷害 我學習不被人傷害 於是我學習去祝福人 這樣我就 正面的影響人 能夠善待人 所以 被人傷害 的確帶來 負面的影響 不過我們靠著耶穌 盡快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盡快得勝了 好了 我們怎樣處理人家的傷害呢 第一就是接受人都有罪 所以會傷害人 即是有人罵人 不要覺得那麽緊要 有人會傷害人 不要覺得那麽緊要 有時街上都會有些人 會做一些事不好的 我們不要覺得那麽大件事 譬如他 做這件事是不好的 即是街上有機會 這個人是三不識七的 那忽然間就 做一些事傷害人 罵人之類 在那時候 當然我們可以避開他 但有時可能有機會 我們都可以說一些 好的說話 令到他舒服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我知道你受傷害 你不開心 可能他會覺得有舒服 如果他又繼續罵你 那你就不要跟他說 因為他可能 不能談 不過有些人 他聽到有人說 我知道你有受人傷害過 所以你不開心 我明白這一點 那他聽到 可能會覺得 這個人這麽好呢 在這個時候 我們便可以正面影響他 那接受人都有罪 所以我不用太緊張 那深信呢 神會祝福 煩愛他的人 我愛耶穌 耶穌一定祝福我的 我的生命會提升 神會提升我的生命 我越來越喜樂平安 我越來越得到神的祝福 我整個生命發揮 我都希望大家 整個生命 被祝福 例如我最近開了一個群組 就是教牧的 那教牧群組 我就跟那些教牧溝通 都發現有若干問題的 不過呢 在過程中 我覺得是能夠建立到他們 還有呢 我內中就放了一些 正面的教導放下去 就影響他們 給他們討論 那 結果是好的 那這些都是 神擴展我們的領域 去祝福人 去把祝福帶到周圍的人 其中有一個人 他曾經說話 在群組裏面不合議 那我警告過多次之後 我就刪除了他 不過我依然想找方法去影響他 我依然是 準備 我發了一個訊息給他 我說呢 如果你願意跟從那些規則 我是願意將你放回群組的 不過你要跟從那些規則 那就是我都不是討厭了他 我是關心他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種心 就是說 我愛神 不重要的 人對我什麼傷害 不重要的 他不傷害到我的 那第三呢 就是深信傷害我們的人 都曾經受到很多傷害 所以會傷害人 我們就看出他了 就是說 為什麼那些人會罵人 因為他被人罵得多 他覺得罵人就是唯一的方法 於是他是這樣罵人 我就接受 其實他被人罵很多 他傷害很多 他很淒涼的 他很辛苦的 所以我就盡量善待他 這樣他有一天 可能從我身上得到一些安慰 得到一些醫治 可能他就改變 信耶穌或被耶穌改變了 那第四呢 就是我們不介意別人的傷害 他講閒話 貶低啊 忽略啊 誤會啊 指責啊 冒犯啊 或者攻擊我們 用平安輕鬆的心去處理 那一二三是處理內心 還有第三 都是開始去看出他的 就是 不給他傷害 然後開始看出他 那第四呢 直接用行動的 去處理 曾經有人跟我說 那些人經常欺負我們 那你不是由得他嗎 由得他欺負嗎 那我就會說 不是由得他欺負的 我們都可以跟他溝通的 那這就是處理 但首先處理好自己先 那被人欺負的 第一 處理好自己 心裡平穩安靜 輕輕鬆鬆 開心平安 不受他的影響 神會給我的 我聽神話 我不用給他影響 我的心輕鬆了 然後我就問神 神啊 我可以怎樣幫助他 我們就找一些方法 用一些柔和的方法 去跟他聊天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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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些說話 我知道你被人傷害 很辛苦的了 那他可能會覺得 忽然間覺得舒服的 即是有時 有些情況 我們就說 我知道你很委屈 有些人對你不好 那麼他 他聽到覺得很舒服 那這就是一個突破 那譬如 你和子女的關係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跟我說 我試過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有一個婆婆跟我說 她說她的孫子 就忘記了一些東西 留在學校 後來有同學帶回來給她 她說她跟孫子說話 整天都 她的孫子不聽她說話 說什麼都不聽 那我說 這件事你跟孫子說什麼 她說 就跟她說 那你以後不要忘記了 你忘記了 別人要跟你拿回來 你看看你多論盡 之類的 我說你這樣說 你那個孫子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是不開心的 我說其實這個機會 你的孫子會開心 因為同學拿回東西回來給你 是一個機會 跟他建立關係 怎麼說呢 你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把那些書拿回來給你 拿東西拿回來給你 真是很好 你當然是跟他有好的關係 所以他會對你好 這個就是欣賞他 跟人的關係好 而不是在那時候 立即罵他 有很多人覺得 有機會當然要教訓一下他 教訓一下他 教訓一下他 罵一下他 以為教訓他 罵他之後 他會改善 但其實未必的 他可能的後果是什麼呢 他就更加憤怒 我做什麼都不對的 做錯又被你罵 做對又被你罵 但我們就說 他一做對 有一點點好 我們都找一下他好的地方 我們試一下這個方法 即是說 譬如有同事 家人 有一點點做得好的地方 他有做得不好的 我們不要這麼快說 先說一些好的 譬如假設 他煮一道菜 太多鹽 不過他是有一些好的方面 譬如他用某些方法 或者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總之有一些好的地方 我們可以先讚他 很感謝你煮這道菜 知道我們喜歡吃 我是很喜歡吃的 當然是這樣 說了給他聽 但我們又想處理 想處理問題 但處理的時候 語氣可以很不同 我覺得這次 增加了一些鹽 增加了一點鹽 增加了一點鹽 就好很多了 那道菜就好吃很多了 總之 在那個字提醒的時候 都加插了很多的稱讚 所以我們就想一想 有些什麼地方稱讚人 我們就去留意了 我自己都記實了 記實了 我很多時候都跟太太說 我多謝你 你有時提醒我 你有很多智慧 看到一些地方 我需要改善 你告訴我 我都會提醒自己去做 有時不是自己自動去做 我提醒自己去做 提醒自己去留意人的好 還有我很欣賞你們 投入在復興宣教事工 很欣賞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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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我說訊息 去應用出來 亦都有若干的人 分享 改變了 我是很開心的 我欣賞你們的改變 譬如上個禮拜 這個姐妹在上台的分享 我很欣賞你 因為神改變你 你改變 是很大的恩典來的 亦都有不同的人幫助她 互相幫助 我很欣賞你們 我真心欣賞你們 真心欣賞 不是作假 不是好像撞出來 如果沒有你們 我們復興宣教事工 都不會繼續存在 是有你們 所以我們能夠繼續存在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多些欣賞 那個人 他的傷害就容易走 怎樣 聖過受傷害呢 就很深信這句說話 詩篇128篇第六節 有耶穌幫助我 必不懼派人能把我 我怎麼樣 他拿不走神的福氣 我聽耶穌說 親近耶穌 耶穌一定給我 所以我不用介意 而且《以弗所書》那裏說到 《全副軍裝》說到 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惡者一切的火箭 好像這個人 左邊這個人在罵他 信心當作藤牌 是信心 不是真的拿一個藤牌出來 而是 我相信他說的說話 是無權並的 我不用介意的 於是就和負面的說話 劃清界線 不要反覆思想 譬如他說 你蠢啊 沒用啊 你真的做事不行啊 有些人會經常想 他說 我蠢 其實我不是蠢 我不是蠢的 我不是蠢的 這樣就和他爬頸 爬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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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句說話 反覆思想 其實這句說話是垃圾 那些人不是垃圾 但是他笑話是垃圾 我們就說 不用介意 我擋住他 我相信神給我 爬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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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會讓我們平安、喜樂、有力量 祂拿不走這些東西 於是不要緊 無所謂 就像小朋友 有時小朋友會說一些東西 做錯一些東西 甚至小朋友來到家裡 弄爛了你的花瓶 你沒有這麼介意 但是大人特意拿著花瓶敲下去弄爛 你會介意一點 小朋友因為他小時候不懂東西 我們就會原諒他容易一點 其實有很多大人是小朋友 他外面是大人 裏面是一個小朋友 他經常被人欺負 所以欺負之後很不開心 又會扭嘴 其實很多大人 裏面是一個很幼稚的小朋友 你明白這一點 你就不會受他傷害了 你想通 你就問問自己 我在裏面是否一個幼稚的小朋友 可能我們都是 是一個容易受傷的女人 可能是一個容易受傷的女人 是很容易受傷害的 是很容易被人踩到地雷的 我們就說不要緊 要學習一下 成長一下 不要介意 成長就會起落了 我心裏面真的 這些垃圾 我是清除了 在我的記憶中都是清除了的 我心裏面是否有所存的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一祈禱 想到耶穌 我一想到別人 都說不要緊 有些人傷害過我 我也說 我希望有一天見到他 見到他 見到他 怎樣呢 說一些祝福的說話 欣賞他的說話 說一些好的說話 令他舒服 我又想到有些人真的曾經傷害我 我會說我見到他 我會說一些祝福的說話 亦都不會說回他以前做的不好的事 這就是我們靠耶穌得勝 而很重要的是 經常親近神 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因為他在我右邊 我不自遙動 因此我心歡喜我靈快樂 我肉身也已 安然居住 就是整個人有神的同在 就得意志了 心越來越得意志 越來越平安 其實我曾經是懼怕很多年 因為被人說得多 背後說得多 是當牧師之後 被人說得多 發覺有時沒有事情想的時候 就會害怕 自己害怕出來的 但我就告訴自己 所求於管家事要他的中心 其實我都是中心的 我不用受影響的 我就告訴自己 我有原因是開心的 我有原因是可以喜樂的 我就讚美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讚美神 開心 就開心回來了 將來又再有害怕出現 我又再告訴自己 不需要害怕 我又可以開心的 慢慢慢慢這個害怕的感覺是離開了 曾經是很 也挺強的 不過我不是去到病態 不過是去到怎樣 總是覺得不舒服 總是堅持住 但是慢慢去到一個輕鬆的狀況 我希望大家 都嘗試進入這種狀況 好了 我們還有時間講潛意識了 其實傷害進入了心 就會潛在潛意識裏面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套戲 叫做甚麼 那幾個卡通人物 那幾種感覺 反轉老朋友 就是講到我們裡面有幾種的感覺 他用的就不是我們用的那幾個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不是那幾種的 有開心的 有一個Joyce 也很開心的 有一個藍色的 很仇煩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套電影 有一個很仇煩的 我忘記了 不過總之有幾個 有一個綠色的 有妒忌的 有幾個在裡面 他就在那套電影顯示貓 狗都有的 貓見到又怕 嘩 有一個懼怕 有一個憤怒 紅色的憤怒 他就講到人裡面有很多的憤怒 好了 他講其中一節是這樣的 一天過去了 他就把那些當日有過這種感覺 好像波子一樣 就傳了進去的裡面 即是原來當日 譬如被人罵完了 他就喱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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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去裡面了 你被人傷害了沒有化解 那個傷害就進了深層 如果每天都是這樣傷害進了深層 人整天都受傷害 還整天都出來 無法出來 如果化解了 那些裡面的傷害就一個個出來 但如果不是的話 就越來越入了 那套電影也有說到 他去到一個境界 就是越來越嚴重 其中一個我記得 就是他孤立自己 不再找朋友 其中一個靠山就是朋友 他就和那些朋友斷絕了 我形容好像 他就在卡通裡面好像一隻船 那隻船塌了 又有他的成就 本來他很正面的 他的成就又沒有了 覺得自己很沒用 因為那個故事講到他搬了屋 他就很多東西不順境 他又令到他很多種 負面的感覺進來 而他沒有處理到的時候 就進入了潛意識 然後就去到一個很悠暗的地方 然後就有其他卡通人物 想救出來 故事講到人物 即是這些人在裡面 如果沒有處理的問題 可以是怎樣的 那這套 所謂的卡通 其實是給大人看的 因為小朋友看 真的不太明白 他的內容是很複雜 但如果你有機會看 是可以 看了這套戲 就分析一下 也有些文件 是講到這套電影的 講到裡面的幾種感覺 好了 我們首先明白 我們有潛意識和意識 先講一下意識 意識是我們知道的 意識首先包括推理、邏輯、思維 這就是我們的思想 我們知道的東西 我們有我們的推理、邏輯、思維 還有思考和分析 還有我們會決定 選擇方向 即是我們人是會有這些選擇的 不過這些選擇其實是受了潛意識影響的 為什麼有些人會決定去罵人呢 因為他的潛意識就是憤怒 我被人傷害所以我要罵人 所以每一個決定 是受他的潛意識影響的 有些人的選擇是躲起來哭 因為他收了很多憂傷 他覺得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哭 這就是他的決定了 大部分人的意識是被潛意識影響的 需要刻意處理潛意識 我們問問自己是否被愛 是否有用 是否樂觀 這些就會影響我們的意識 潛意識是什麼呢 就是一生所有的經歷影響我們 一生 從小到大 其實小時候的影響是更加深層的 因為在那時候我們的防衛力是很弱的 小朋友 如果一個小朋友多次被人去罵 你沒有用的 你很蠢 你很醜怪 你知不知道你的樣子很醜怪 被人多說幾次 他真的入了心 他完全入了心 他經常覺得自己很醜怪 經常覺得自己很沒用 他這個經歷是很深層的 一大了我們會分辨 他說我很醜怪 我看照片都不是很醜怪 那時候我記得曾經在一間學校 教過牧師 又教過宗教 倫理科 其中有一堂 我會說你們寫 他們寫了一本寶 你評估你的樣貌 五是最漂亮 一是最醜怪 你覺得你是一到五是哪 當時有一個女生寫了一 變成寫了我是醜八怪 我很好奇這是誰 看看是全班最漂亮的女生 我請她出來 即不是在學生面前 在門口跟她說 我看見你寫我是最醜怪的 醜八怪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醜八怪 她說是呀我真是醜八怪 我說你是全班最漂亮的那個 不是呀 我說你有沒有一個同學信任 她說有 我叫她出來 我問問她好不好 就叫她出來 我問問那個同學 你覺得她漂亮還是醜怪 很漂亮呀 我問人家說你很漂亮 為什麼你自己是醜八怪 可能為什麼 因為她從小到大 她可能家人說她 或者她跟別的明星比較 或者她常常看 咦我的鼻歪了一點點 不過沒有人看得到 大小的眼睛 眼睛大了一點點 小了一點點 有些地方不是那麼漂亮 但是沒有人留意到 但是她就不斷留意那些 小小的問題 她一生的經歷都是負面的 就好像電腦程式 電腦進入了那些程式 所以她的程式 完全是一個受傷的人 沒有用的人的程式 她就跟著這個程式運作 而潛意識是感受為主的 是feelings 心靈的感受 即是說我們存在心中的 不是思想來的 思想是意識的 我存在心中 我是不是被人喜歡 我是不是重要 我是不是寶貴 人家怎麼看我 我是不是有用 這些是我們心裡有的感覺 就會覺得開心 不開心 即是 我因為我有貢獻 我就開心了 人家不喜歡我 就不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裡面的 潛意識 是感受為主 未必有邏輯性 譬如有些明星 明明很有錢 演戲很多人看 很成功 但她覺得自己很失敗 因為以前很多勇等 現在少了 她或者被人說過她 她就忍受不住了 其實邏輯性分辨 她是很有潛質的 但她們會自殺 她們也會說 我是不是被愛 她們覺得我不是被愛 是沒有用 是悲觀的 是沒有用的 這個潛意識 我們可以明白到 我們就能夠分辨 我們裡面的世界 是什麼世界 我們的樣子 大家看來都是好樣子的 我們個個這裡都是好樣子的 但是裡面 我們每個人不同的 我們裡面 有些人是很孤單 是縮起來 沒有膽 不敢做一些事情 覺得自己沒有用 這個是我們內心的世界 是可以醫治的 這個就是 被醫治之後 你就可以逐步開心回來 耶穌可以醫治 醫治的思想 然後醫治的逐樣醫治 所有彈出來的潛意識 潛意識是會彈出來的 怎樣彈出來呢 為什麼有些人 這麼容易被人擊傷呢 這麼容易踩到地雷 因為它裡面 有很多機關 藏了這些憤怒 當人一踩到一點 一講到肥 它立即反彈 因為它不喜歡聽到肥的字 或者蠢 或者懶 或者無用 反應遲鈍 它一聽到 立即反彈 在它裡面 這些掣 這些掣 它可以慢慢釋放 肥都可以開心的 我可以 好像沈殿霞 這麼開心都可以 他自己改變思想 不是一定差的 肥的人都可以長命的 當然肥是會帶來健康問題 不過我已經肥都沒辦法了 有些事情我們不能有改變的 我們接受的時候 心就會鬆很多了 我肥都 其實肥的人 通常給人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因為他肥 好像 有一次我跟一個女學生說 她給我什麼印象 我說有點像Teddy Bear 她說我不喜歡Teddy Bear 因為她又不是很肥 她只是小小而已 其實很有趣 很可愛 我好像Teddy Bear 但我不喜歡 因為她覺得自己有點肥 所以我不喜歡 但我告訴她 其實你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這裡有時候 人不肯受安慰 即是說 人的心 好像這個詩人說到 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 我夜間不住的舉手吐告 但我心不肯受安慰 心沒有受安慰 有不同的情況 大家在這裏看 下面那裏 有時人不懂得如何得到安慰 有些人是不懂的 他怎樣呢 他受傷害 他就在那裏發怒 他在那裏發脾氣 他在那裏罵人 這些是不會得到安慰的 或者有人安慰他 他說你不用安慰 他這個 他不懂得如何得到安慰 第二 人家會拒絕安慰 即是人家明明安慰他 他就會說 你走開 我不想跟你說話 現在我要自己安靜 他拒絕人的安慰 有些傷害就留在心中 前醫師就存在很多傷害 即是對於安慰 有些人是不懂得 有些人是沒有去找 或者拒絕安慰的 而善人和他心裡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 即是他心裡面 裝了很多平安喜樂 他人都平安喜樂 有些人裝了很多憤怒 很多受傷 他出來的都是受傷害的 他說話都是一些很負面的說話 那潛意識有什麽表現呢 容易受傷害 很容易負面 很容易懷疑人 那些人是不是害我呢 有些嚴重的 到年紀大 他懷疑子女經常都下毒 給他 所以不敢吃那些東西 那就很容易為自己辯駁了 爭脹了 說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不是這樣的 而且很難相信神愛他 也很難相信人愛他 還有很多時候發惡夢 如果你持續有發惡夢 你的潛意識是不健康的 是需要醫治的 你有這個情況 你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是很樂意幫你的 第一 可以在電話中和你聊天 第二 我們可以預先 早點來一點半 我們可以預約 預約 我們可以為你輔導 為你討告 安慰你 幫助你 好了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人 外面的表現 顯示前面識不同的問題 我們裏面有些不同的問題 就會顯露出來的 例如這裏說到容易受傷害 原因 這個人很容易 別人說些什麼 他馬上會哭了 很發脾氣 其實有時從小朋友都看得到的 有些小朋友 我想大家都在公共場所都看得到的 有時媽媽說他一句 哇 他就哭了 不得了 哭到不得了 這個恩友 一方面他本身有這個傾向 第二可能他媽媽傷害他 多容易傷害他 於是他一傷害他的時候 他就 這些感覺走出來 他很容易受傷害 他小孩子是沒有遮難的 他的感覺馬上走出來 為什麼容易受傷害 因為多次受傷沒有得醫治 所以對人的說話很敏感 媽媽說 我不再買東西給你 他就哭哭 你不買東西給我 他就很受傷害了 第二有些人很容易低沉 因為他積存了很多憂傷自憐 被人拒絕 負面的思維 這些全部在你的WhatsApp 那裡的PDF已經給了你 你可以看這些 即是心裡面 裝了很多憂愁 負面 消極的東西 所以很容易受煩 自己總是覺得自己很可憐 我們可以說 我們每人都有可憐的地方 不過我們是可以得醫治的 但是他永遠都積存這些 這些負面的東西 他永遠都是可憐的 容易發怒 因為他心中積存很多憤怒 很多仇恨不滿和報復 他經常都覺得人很衰很衰 所以很憎恨人 有些人就去到憎恨人的程度 就是記掛人的不好 憤世窒俗 很難遙恕人 有些人就很容易害怕 很多傷害被人批評 很怕失敗就害怕了 有些什麼都害怕 叫他分享他又害怕 叫他做一些事他又害怕 他上班又害怕遇到新的人 去到什麼環境都很害怕 譬如我自己當我去到外國的時候 我在外國讀聖經大學的時候 是我人生中很開心的三年來的 是很開心 學校裏面所有同學都記了名字 其實當時來說 我真的有時問很多次 但是我每個人都記了 每個人都跟他們建立關係 這個在我來說 真是一個很正面的經歷 因為是很開心 跟之前因為受到很多壓抑 去到那裡是很輕鬆很開心的 不過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去到外國 是很受傷害 很找不到自己的境界 很怕 很怕踏出 怎麼可以跟那些人聊天 所以有些中國人去到外國 永遠都是跟中國人相處的 不會跟外國人相處 不會學英文 不會去 就是盡量減少講英文 他就永遠都很害怕踏出去 這個就是他裡面 積存了很多人覺得別人都會歧視 我在外國我就不覺得歧視 為什麼呢 我真的不覺得歧視 甚至有外國人跟我說 他很喜歡你 因為你說話很爽 很直 他覺得很好 其實他們不是刻意歧視的 有些人去到外國 又不跟別人說話 只是自己一套的思想 不能夠融合 不會跟別人交往 只是跟中國人交往 變成那些外國人 很自然就不會跟他交往 這也是一個人 他本身那種懼怕影響他以後的表現 有些人依賴人 他去哪個地方一定要找朋友一起的 有些很極端的 即是去哪裏 什麼政府部門 去買東西 一定要找朋友 沒有朋友不會去買東西的 去教會一定要有朋友一起陪 沒有朋友陪就不會去教會 因為他害怕 他要拔著人的 他習慣靠人 還有他小時候總有人為他做決定 他父母跟他什麼決定都做了 其實不是好 什麼都跟他做了 於是他長大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會做 什麼都要靠有人 到了他結婚的時候 他就依賴對方 什麼都要做了 為他負責一切 有些人就會逃避人 就記掛人際關係的失敗 不敢面對人就逃避 就是要躲避人了 自卑 就是因為他記掛人的批評 和自己的失敗 經常都覺得自卑 有淫念 因為他的關係失敗 就很想從淫念得到滿足 就是跟人 不能夠正面和人相處 譬如有些人和異性不敢聊天 他就喜歡去找這些色情片 去那裏得到滿足 其實 當我們留意 我們有什麼彈出來 左手邊就是彈出來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一些 遊樂場 見過一個遊戲 有一個平面 有很多洞 有隻動物出來 你拿了一個槌子 出來shut 咯 打一打一打一下子 就有分 打 我們的潛意識 就好像這樣 忽然間 受傷害 忽然間 覺得自己沒有用 忽然間想死 其實如果持續有想死 即是多次出現想死 是肯定潛意識是有問題的 一定需要醫治的 那些出現 或者忽然氣得很難控制 不斷要罵人 這些就是潛意識出現 我們立即處理 這就是鑰匙 即時去處理 我們人 神做了我們很特別 我們有些老神經是多到不得了 那些神經線 如果整成電線 是要用很多個大的音樂廳才能安裝 即是我們的老神經 那些老神經是很特別的 譬如我們走路 為何我們走路和嬰兒走路不同呢 因為當嬰兒走路的時候 他就開始學習 他的腦就會有新的線路 當我們一傾斜 這隻腳用力一點 他就會懂得走 所以我們走是不用想的 這個就在腦裏成為了習慣 譬如有些人講到踩單車 他小時候會踩單車的人 大了 就算是幾十年沒有踩單車 他上了單車可能都會走一走 但走一會兒就會開始走得順 因為他小時候已經進入路 他的腦的線路已經有踩單車的線路 於是有了這種能力 如果那些人是從小時候沒有踩單車 如果幾十歲都趴單車是很難很難的 他是從來沒有這個經驗 他的身體沒有這種經驗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習慣是一個線路的 有些人的習慣 當然一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即時就會反彈 即時發怒 即時憂傷 是因為他的線路 即時就說是人衰 不是我衰 是他衰 他害我 他害死我 他是這個人很衰 我是被人害我是很慘的 我是沒有出路的 我去哪裏被人害的 我去到哪裏都沒有朋友的 沒有人喜歡我的 他這個線路就彈出來的 那我就想問大家 反思一下你的線路是怎樣的 你的線路是瘋了 就是瘋了這些線路 還是呢 有問題不重要的 無所謂的 不死得的 例如打球 你看到打球 是真的很多線路 所以有些人打球打得這麼好 因為他的線路是好 但有些人是憂傷 有些人是從神得力的 因為他的線路是搭到耶穌那裏 那裏的 那怎樣醫治潛意識呢 一方面就是神的話 因為神的話 是很堅定的 有神的應許 喜愛耶華律法 趙夜思想 整天思想 神是愛我的 神是愛我的 因為神才愛我們 我們在神眼中是很寶貴的 他在我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他已經寫了策相 所定的日子已經寫了策相 我們就 將我們的思想改變 入了潛意識 整個人逐步逐步可以得醫治的 首先就是 神的話語入了心 好了 下面也講到一些程序 醫治潛意識的程序 第一 就是留意自己有沒有任何的負面自動反應 即是很容易受傷害 這個自動反應 很容易憂傷 很容易睡覺 猛地想不好的事情 大家去想一下 你睡覺的時候 是不是一直在想 哎呀他真是壞了 哎呀我真是慘了 今天真是慘了 有這麼不好的事情發生 是不是你有這個習慣的 我太太 周時真的 我們講完幾句話 睡覺 她一分鐘之內睡著 真是很厲害 很厲害 有時候講話還沒講完 已經有些小小的避寒聲 已經睡著了 因為她睡覺 她根本不會去想這些煩惱的事情 雖然她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在學校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但是她已經自動 這些事情 放學就放手了 做完就放手了 她自然是沒有這種反應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一被人罵完 心反覆思想很多次 我們就留意我們自己的程序了 在裏面是什麼程序 在心裏面是不是有很多負面的事情 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找出她的來源 第二點 什麼來源呢 價值觀和信念 譬如什麼信念呢 我是沒有用的 那些人是很壞的 那些人是害我的 那些人的世界是不好的 神都不公平的 神都不關心我的 這些是信念 因為人的信念是影響我們一生的 那些信念呢 進入了我的裏面 價值觀 一定要結婚的 不結婚就很慘 被人笑的 這個是價值觀 我一定要有錢的 要受人歡迎的 如果不受人歡迎 我就很失敗了 好了 還有怎樣看人和看事 那些人都是壞人來的 那些人是害人的 那些人做了一些不好的 那這個就是她怎樣看人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 人有不好 不過人有她的好的一面 把一些好的東西放在裏面 尤其是基督徒 真的有好的一面 那些基督徒 為什麼她去到教會的經歷 是這麼不好的呢 她說 那些人又不幫我 又傷害我 哇我真是很慘 那其實這個 當然 真的有時候是有些人傷害她的 不過有時候是什麼情況呢 她本身又不關心人 所以去到教會 她又不關心人 不跟人聊天 那自然的人沒有什麼跟她聊天 好了 接著開組的時候 或者跟人溝通的時候 她又說了一些不好的反應 那有些基督徒 不是每個人都懂得處理的 那跟著說她 喂你這樣說話不好啊 你傷害人啊 那她說 哇那些基督徒都說我啊 說我不好啊 我傷害人啊 哇基督徒都傷害我的啊 他好像我家人一樣 說我壞的 那她就把一件事擴大 即是可能有基督徒想勸她 不過勸她 有些人不是每個人都懂得這麼溫和 那要學習溫和 那她呢 所以她的經歷 在教會裏面 是很負面 很受傷害的 其實我在教會 我見過不好的人 我亦都見過好的人 我見過很多好的人 我見過很多好的人 在你中間有很多好的人 我很喜歡的 很歡喜的 這就是我在心中藏著一些正面的觀念 我怎樣看別人 就算我看到一些人很需要幫助 我不會說 你這麼不行啊 你這麼多問題 我不會這樣啊 我會說我可以幫她 我可以有些地方幫她的 我會這樣去和自己說話 那我看別人總是找正面的地方 就算她有負面的地方 我都說有方法我可以幫她的 就是這樣 好了 還有看自己怎樣被人影響 有時有些人是被人影響得很緊要 所以很容易被人傷害 很多負面的事情 怎樣看傷害 覺得很大件事 人罵我是很大件事的 我不能夠容忍的 還有怎樣看自己的生命和價值 有些人覺得自己是沒有用的 我是蠢的 是沒有人歡迎的 在婚姻裏面也有說到一件事 人有正面看自己 負面看自己 有四個情況 四個情況是甚麼 健康的情況 我是寶貴 你是寶貴 即是婚姻裏面 一個人說我是寶貴 你是寶貴 這是健康的婚姻 好了 第二種人是怎樣 我是寶貴 不過你不寶貴 你是廢柴 你是沒有用的 我取錯了你 我和你錯了結婚 那她又會怎樣 她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另一種就是 我沒有用 不過你很厲害 我真的沒有用的一批東西 不要代表這種關係一定是好的 她一定會 她有時都會說 我這麼壞 你都對我好 你現在有動機 你這次對我好 有甚麼動機 你想得到甚麼 總是會用一種負面的想法 來想別人 而且她會常常拖下對方 好了 第四種情況就是 她又覺得自己沒有用 她又覺得對方沒有用 這樣的婚姻其實 凡是人在婚姻裏面 覺得自己沒有用 看少自己或看少別人 那婚姻一定是有很大的困難 就算兩個人都很看重自己 關心對方 想對方好 那婚姻呢 都一樣有難 因為男女的分別 還有人要學習 愛心是難的 但如果 裡面是有很多負面 看自己或看別人 是很難 那婚姻是好的 是需要醫治 所以不要說 人夠年齡不大 就應該結婚 其實任何人結婚 是應該需要學習 處理好她的生命 兩個人都需要學習 處理好生命 才好結婚 這個是 應該是婚前的輔導 好了 那就是她怎樣看自己的生命 有些人看自己的生命 永遠很負面的時候 她一生都是很負面的 還有她的價值 她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或者她的價值只是錢 她只是錢 我們有價值 她除了錢 因為沒有價值 譬如有些人很有錢 有一本書叫做 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 就是講到有一個人 她是全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 最有錢的女人 因為她的爸爸 和她媽媽那邊 都是很有錢 很有錢的 遺諾給她的遺產 是大到不得了 但是她一路一路浪費 她的生日 不知用了一百萬美金 很浪費很浪費 到她最後死的時候 只剩下幾千元美金 是住一些很殘舊的酒店 結果婚了很多次 但全部的丈夫都離開她 她是一個很失敗的人 她覺得她的價值是錢 但當她一切都沒有的時候 她什麼都沒有了 以及這個人 如何處理她的情緒和內疚 即是潛意識 如何處理情緒 有些人處理情緒 就是激氣、怒吵、罵人 內疚就是覺得 是人壞 或者自己很壞、很無用 我們找出我們的來源 第三 用聖經觀念處理和化解 聖經觀念說我是寶貴 就算我多麼不好 多少罪 我都是寶貴 神都可以醫治我 神可以祝福我 我一聽說 神就歡喜 神就會祝福我 這是聖經觀念處理和化解 以上的問題 第四 多些親近神 被神的平安和愛醫治 來建立正面的信念 反應和待人接脈和情緒 這是需要改變的 懂得和人溫和對話 不去發脾氣 就算有人說負面的說話 都不受傷害 能夠柔和地去處理 你說我有錯的地方 你告訴我我去改 就不是說 你說我錯 我搞錯 你這樣說我 這就是一個負面的反應 就是親近神有平安 於是他改變他代人接脈 做事的能力 第五 欣賞自己的任何進步 不怕去處理更多問題 即是說自己有這麼多進步 咦我可以和人聊天 感謝主 我可以去聽別人給我提議 感謝主 這就是進步 所以這方面 是建立和神的關係有平安 第二方面 處理裡面所有的習慣 所有不好的事 好 我們的討論問題 討論傷害 就是說人家攻擊我的時候 我們是否會 一定要受傷害呢 那麼 人有沒有權並和能力 去到什麼程度呢 有些人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派 人能把我怎麼樣 上課的經文 詩篇118 第六節 我們怎樣放下 別人給我的攻擊呢 就是處理傷害了 那別人 說傷害的話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這個信心當作藤牌 和練習幫助一個曾被人傷害的人 好了 潛意識那裏 詩篇77篇那裏講到 不肯受安慰 和人心裡所存的惡 那有些人呢 沒有找神或者人去得到安慰 有些人呢 不懂得怎樣得到安慰 有些人拒絕受安慰 三種 一種是沒有去找神或者人幫助處理得到安慰 第二種呢 是不懂得怎樣得到安慰 第三是拒絕 那這三種有甚麼分別呢 分別 為何有些人總是得不到安慰 分別在哪裏 第二 當人的心中積存傷害沒有處理 會怎樣影響他的生命 潛意識的問題是怎樣出現的呢 他的傷害是怎樣出現的呢 那麼多問題 你不一定要全部用完 你喜歡用那一條 你就用那一條 然後 上次給了你那個圖 當然容易受傷害 就是左手邊的那裏 有這些表現的時候 有可能隱藏了些甚麼問題 他潛意識有甚麼問題 怎樣去根治 即是說如果你有這些問題 怎樣去根治呢 然後呢 第四條問題 醫治潛意識是否容易呢 潛意識會不會不自覺地出現呢 一定會的 他會自己彈出來的 怎樣去處理呢 那試試練習幫助一個 有潛意識有問題的人 好 我們一起站起來祈禱一下 求主一次給我們 勇敢的心 面對我們潛意識的問題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愛我們 雖然我們受了很多傷害 雖然我們潛意識裏面有很多負面的東西 但你的心都是想醫治我們 耶穌我們需要你 耶穌我們需要你 求主讓我們看得到 我們心裏面有些什麽傷害沒有被處理 有什麽潛意識的問題沒有被處理 求主幫我們 知覺之後 又不要覺得很大件事 不要覺得世界倒閉了 我們知覺之後可以改變 這個是第一個好消息 當我們知覺我們容易受傷害 我們容易負面 容易低沉 容易發怒 容易傷害人 或者容易看小人 或者容易對人有負面的看法 我們知道這些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處理 我們知道不處理的後果是更加嚴重 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勇氣 能夠去講出我們的問題 能夠去討論 去處理 幫助我們有勇氣 去處理我們任何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開始處理一個問題 我們就有進步的一日 進步的一點 我們就欣賞自己 我今天就有進步了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在這一陣子 我給大家一分鐘反思一下 你有什麼需要去醫治 潛意識有什麼需要去醫治 待會分組你可以說出來 現在反思一下 請到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醫治人的神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些傷害 有些潛意識的問題 潛伏在心中 是影響著我們 而我們有時候沒有留意到的 求主幫助我們有勇氣 有信心靠著耶穌去處理 也都深信耶穌能夠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幫助我們能夠重建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重拾神給我們的完美計劃 不是被魔鬼搶奪去 因為我們有若干人 生命有一部分是被魔鬼搶去的 以致我們的生命不能夠發揮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勇氣 去面對我們的問題 有勇氣去處理 靠著耶穌得勝有如 多謝耶穌、感謝主 祈禱奉著耶穌聖明、阿門 祈禱奉 祈禱奉 祈禱奉